好 同學 那我們今天介紹的是皮面鏡 那其實面鏡還有很多種類 面鏡的功能做什麼用呢? 不惜戴 面鏡是做什麼用的? 你為什麼要照鏡子? 它可以反射對不對? 好 所以面鏡就是用來反射的功能 那我們知道會學到叫做透鏡 那我手上這邊有一種面鏡 待會我會給同學看 這是我在網路上面買一片四塊錢的面鏡 它很好用是因為它有兩面 你看過這種鏡子嗎? 這種鏡子在什麼時候看到? 這個在大馬路有沒有 那個不是為了叫做轉彎路口 可以看到對象來著對不對 因為它是鋪的 這種叫做鋪面鏡 所以我們介紹其他面鏡 第一個叫做鋪面鏡 鋪面鏡 好 什麼叫做鋪面鏡呢? 它的鏡子長什麼樣子呢? 它是長這樣 就是這個鏡子是鋪的 鋪的 然後呢一樣的道理 它在它的鏡子的後面鍍傷成水銀 所以看起來 鍍傷成金屬啊像銀 所以看起來它就是很均勻的反射 所以它其實這種 我們說算是面鏡 那鋪面鏡有什麼功能呢? 你看鋪面鏡的話 還有那個超傷 有沒有看到超傷的角落 也會掛這種鏡子 為什麼? 可以綁小偷對不對? 廣角 還有什麼地方用到? 各位喜歡自拍的人都知道 廣角有鏡 不是啊 廣角有鏡 它上面不是有小鏡子嗎? 有 鋪的 然後看起來就是可以看到大家的 像這邊可以看到大家的 全班的人都在這個鏡子裡面 有看到嗎? 有啦 其實可以看到全班的人都在裡面 有沒有 我等一下會發下去 每個人都可以看 所以這是鋪面鏡 它的功能就是 它讓東西都變小 都塞在這個鏡子裡面 那它為什麼會 它為什麼有這種功能? 好 第一個 它可以讓光做什麼事呢? 如果今天有一道光 從這邊打過去 會怎麼樣? 猜猜看 如果根據反射電力 會發生什麼事情? 往右邊 左上面 因為這個面是曲面 對不對? 所以 如果我們畫一個這個 髮線 髮線的話 這邊畫一個髮線 髮線就是跟表面垂直 好 那你會發現它為什麼? 光會彈開 對不對? 會往那邊去 往這邊去 跟往這邊去 所以 當然如果是直線前進 就直線回來了 可是其他部分的光怎麼樣? 會不會怎麼做? 會往 有 晃開 所以 請問 鋪面鏡的效果是 什麼呢? 它會讓光怎麼樣? 散開 然後散開 所以 第一個 我現在這邊 第一個 它具有 它會有散光的效果 散光的效果 可以使光一些 發散 你可以講 發散 它讓光發散 那形成什麼像呢 同學 如果你猜一看 它裡面的人是正的還是道的 正的 所以請問它是屬於什麼像 正立都是屬於虛像 而且是什麼像 是道大還是縮小 這種鏡面在照後鏡也會貼上去 這種叫做 對 這種它會形成所謂的正立 縮小 縮小 什麼像呢 正立都是虛像 為什麼會這樣呢 如果你想像這樣 這個反射光的後向後延伸 它就會焦在很小的地方 所以它其實是正立縮小的虛像 它的用符是什麼呢 用符是什麼呢 第一個 第一個 是山路 轉彎的地方會用的 那叫什麼鏡啊 那個我們都叫什麼 公路那個轉彎 那叫什麼鏡 就叫路面鏡 轉彎的地方 沒有 沒有我說它也沒有專有名詞 它說什麼 轉角鏡啊 轉角鏡 可以防止車禍 像我從我們家開車出來 到路口都會看向鏡子 那邊沒有人才會轉彎 好 所以第一個是山路轉彎 第二個什麼呢 後照鏡 那個特別是 你一下子注意一下 那個大卡車 或是公車的司機 它的後照鏡上面 還是貼個遠遠的小鏡子 就是廣角 因為 公車死角很多對不對 有些人轉彎 就會撞到人 撞到隻小狗 不知道 所以後照鏡呢 這個功能 它 它具有廣角的效果 因為它可以看到 比較廣的大眼 好 還有什麼呢 還有那個超商的那個 監視反射鏡 反射鏡 反射鏡 那個商店 商店也會用到 反射 可以看到角落 就是不會有小偷之類的 好 所以這是凸面鏡的使用 OK 好 那另外一面叫什麼面呢 如果 箱滿的面鏡叫什麼 凹面鏡 好 那我們看一下凹面鏡 好 所以 這個就先擦掉好了 講一上面就寫上去就可以 好 第二種呢 叫做 凹面鏡 欸 剛剛說凸面鏡是 散光 那凹面鏡應該什麼 好 你叫聚光 好 就是 這個聚集光線 聚光 對 好 然後面鏡長什麼樣子呢 長這樣子 好 聚光 那它的鏡面是 後面是一樣的 度的影 那我這個鏡子呢 是兩用式的 所以 好 躺過來就是凹面鏡 躺過來就是凹面鏡 對 就是故意 我說躺過來就是凹面 那你看人變怎麼樣 有顛倒對不對 有人看到顛倒 那等一下你會注意看 它一個很神奇的效果 就是它可以看到你的毛桶 你拿很輕的可以看到自己的毛桶 好 那這個東西呢 凹面呢 它很像什麼 就是湯匙有沒有 你有沒有看過湯匙 中午吃飯 它的湯匙那個面就是凹面 凹面呢 它具有什麼效果呢 第一個 它能夠 聚光 聚光的效果 我們會把它叫做 匯聚透鏡 匯聚你的面鏡 匯聚 它會把那個光呢 聚在一起 為什麼呢 當你那個太陽光 太陽光是一種平行光 對不對 打過來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好 根據什麼定律 反射定律對不對 你這邊畫一個髮線 好 它會往內 好 那另外呢 你從旁邊再打一個 迷行光 也是一樣 它會發什麼事呢 好 根據反射定律 反射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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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結果呢 我們發現呢 因為它這個面鏡呢 它做得很 算得很準 所以它所有的光感應 都會焦到哪裡 都會焦到這點 都會焦到這點 不管哪個焦 不管什麼 反正就是 只要是那個平行光 都會 在這邊形成一個點 這點叫什麼點 叫做焦點 焦點 焦點就是什麼 放在這邊會怎麼樣 會燒焦的點 叫焦點 好 因為它可以聚光 或聚熱 如果你放在太陽底下 這點會很燙很燙 我曾經有一次 不然做錯這個事情 就是我就想說 太陽光讓我看一下 我就這樣看 結果就當場就瞎了 因為它實在太亮 瞎了 就幾乎看不到 因為它這邊 因為你知道嗎 有一種叫做太陽爐 我們聽說 太陽爐 一種用太陽來煮東西的 它怎麼做 我記得有一點 有一個學校 好像是 不知道是彰化 他們就這樣做 他們就在 舉辦個太陽爐 煮 煮 煮菜 煮飯 就是你拿一個鍋子 或是拿一個雨傘 就是類似 反正就是一個 古形的東西 然後把裡面怎麼樣 鋪上那個 寶地 不是 鋪上 鋁箔紙 然後你把鍋子 架在這個地方 這樣給它架在這個地方 那因為這邊會很燙 可以到達一兩百度 兩百度的高溫 所以 這一點呢 你如果太陽光 面對太陽光呢 它所有的光都會集中在這一點 所以這一點會非常非常燙 所以在歐洲真的有人就這麼做 做個很大的面鏡 然後中間可以拿來加 拿來做什麼事 拿來發電 因為它很熱對不對 熱可以產生蒸氣 對不對 那蒸氣可以發電 那這個使用面鏡 使用面鏡聚光的效果 最早最有名的故事就是 阿基米的 那阿基米的嗎 那阿基米的嗎 叫女人呢 叫女人呢 叫女人 對對對 就是沒錯 就是有 因為他們是屬於哪個國家 希臘對不對 然後就是有那個 其他國家來打他們對不對 然後因為當時候那個 他們的港口呢 就是外面聚集了很多 然後那個敵軍的船隊 敵軍的船隊 敵軍的船隊 對 然後呢 他是叫人呢 全部站在這邊 然後有一個 就是拿鏡子 排成一個弧形對不對 然後他就算好那個 反射的角度 所以呢 太陽光 他就變成太陽光 然後呢 照射到這邊 所以呢 據說就把那個船都燒掉了 那後面有人就覺得 很懷疑這件事情 真的去做 結果發現是 是有可能形成的 對 只有可能可以燒 呃 我們之後帶你們去做一個實驗 就是我們拿突透鏡 突透鏡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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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凹面鏡有類似的效果 就可以聚光喔 就可以拿來燒 燒葉子喔 我們下次那個天氣好 我們就帶透鏡去 操場去燒那個樹葉 真的會冒煙 會燒起來 做過了對不對 好 好 放到鏡也可以做到 不過用放到鏡比較方便 因為這個面鏡 只能夠超紅面 好 所以 簡單來說 它有聚光的效果 比較匯聚的面鏡 好 所以 有一些 像我實驗室有一台 很大的反射式 望遠鏡就是用那個做的 它把很遠的 星星的光呢 聚集在同點 我就看到那一點的 星星的 好 構造這樣子 好 所以這次可以拿來做 望遠鏡 好 所以能夠使光線呢 會聚 會聚 聚集 好 那這一點叫焦點 好 我們都會學到 我們簡直 我們叫它叫F Focus 好 那麼呢 用在什麼地方 同學 我們 我剛剛說 如果你把光平行光打過來 它會聚在焦點 對 那相反的 因為光具有一個特性 叫做可逆性 好 我先講一下 光具有可逆性 逆行性 人家叫做逆行性 好 什麼意思呢 我今天把所有的光呢 往面鏡照 好面鏡照 它會聚在這一點 對不對 那相反的 如果我把電燈套放在這個焦點上 它會放什麼 它反而會相怪怎麼樣 就打出去 好 所以因為光走直線嘛 你不然這樣進來 會這樣出去都一樣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把燈套放在這個地方 那它會怎麼 它會怎麼照射 它就會往外照射 好 這叫做逆行性 所以呢 同學我們可以利用這個原理 我們的 汽車啊 那個大燈有沒有 這邊會放燈套 好 我們知道汽車不是這樣嗎 然後這邊有那個 頭燈對不對 好 它的光會怎麼打 為什麼會這樣出去呢 因為它這裡面怎麼進 好 所以我們的手電筒 有沒有 我們手電筒 我們手電筒呢 裡面是凹的對不對 因為它就把燈套放在這邊 然後呢 光就會 光就會平行射出 你知道嗎 因為它把這個燈套放在哪裡 放在焦點上 好 所以 不管怎麼光呢 打出來都會 跑出去 好 好 所以這樣就可以集中那個光線 好 所以手電筒的原理就是這樣子 好 所以它的應用呢 就是 好 像手電筒 還有什麼呢 我剛剛上面寫的還有什麼 碳照聲 好 那如果你要用手電筒 或碳照聲 你要把光源放在什麼地方 放在哪一個地方 上面 焦點上 好 所以想去 你把光源呢 放在焦點上 光源 置於焦點上 好 那它請問光會怎麼照射出去 變 那個 那個 平行 射出 對不對 就平行射出來 好 焦點上呢 它會平行 平行光會 會照射出來 那相反的 你把平行光打進來 它就會聚集在哪裡 焦點上 所以這兩個是 一體兩面 這樣可以嗎 OK 好 所以這就是關於這個 面鏡